生命纪第一章 以下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 舒服对面的亚拉巴 就是在巴兰和陀佛、拉班、哈喜路、底萨哈之间 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 从和列山经过西尔山的路 到达加迪斯巴尼亚 共有十一天的路程 出埃及以后 第四十年十一月一日 摩西照着耶和华吩咐他一切关于以色列人的话 都告诉了他们 当时他已经击败了住在西石本的亚摩利人的王西红 和住在亚斯塔路与以德来的巴山王厄 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压地开始讲解这律法 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和列山告诉我们 你们在这山上住够了 现在你们要转回 启程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去 到那些住在亚拉巴 山地 低地 南地 沿海一带 迦南人的地 黎巴嫩 直到大河 就是又发拉底河一带的地方去 看啊 我把这地摆在你面前 你们要进去 占领这地为业 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 亚各 启示应许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地 那时我曾经对你们说 你们的重担我独自一人无法担当 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 你们看 你们今日像天上的心那样多 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现在更多千倍 又照着他应许你们的话赐福给你们 我独自一人 怎能担得起你们的重担责任和你们征颂的事呢 你们要按着支派选出一些有智慧 有见识 有经验的人 我就立他们做你们的首领 你们回答我说 你吩咐我们做的事很好 我就选出你们重支派中的领袖 就是有智慧有经验的人 按着你们的支派 立他们做管理你们的首领 就是做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和其他官长 那时 我吩咐你们的审判官说 你们在兄弟中听诵 无论是兄弟彼此诉讼 或是与同居的外地人诉讼 都要按着公义审判 审判的时候 不可偏袒人 无论贵贱 尊卑 都要一样的听诵 不可怕人的情面 因为审判是属于神的 如果你们遇见难断的案件 可以乘到我这里来 让我审断 那时 我把你们当作的一切事 都吩咐了你们 我们照着耶和华 我们的神吩咐我们的 从和列山起行 走过你们所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 沿着到亚摩利人山地的路而行 后来到了加迪斯巴尼亚 我对你们说 你们已经到了亚摩利人的山地 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 看啊 耶和华你的神 已经把这地摆在你面前 你要照着耶和华你列祖的神 告诉你的上去 占领那地 不要害怕 也不要惊慌 你们众人都走到我这里来 说我们要先派些人去 替我们窥探那地 然后把我们上去该走哪一条路 该进哪些城 向我们回报 这话我很同意 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 每只派一人 于是他们转身出发 上了山地 到了以时个股窥探那地 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 带下来到我们这里 并且向我们回报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 要赐给我们的地 是美地 但你们不肯上去 竟违背了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吩咐 你们在账目里抱怨 说 耶和华因为恨我们 所以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要把我们交在 亚摩利人手中消灭我们 我们上哪里去呢 我们的兄弟 使我们心灰意冷 说 那地的人比我们高大 他们的诚意又大又坚固 高耸入天 我们在那里 还看见有亚纳族的人 我就对你们说 不要惊恐 不要害怕他们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就是那走在你们前面的那一位 他必为你们作战 好像他在埃及 在你们面前 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一样 并且在旷野里 你们也看见了 耶和华你们的神 怎样在你们所行的一切路上 背负你们 好像人背负自己的儿子一样 直到你们来到了这地方 虽然这样 你们还是不信 耶和华你们的神 他在路上走在你们前面 为你们寻找安盈的地方 夜间用火柱 日间用云彩 只是你们当走的路 耶和华听见了你们说话的声音 就恼怒 启示说 这个邪恶世代的人 连一个也不能看见我启示 应许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帝 只有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可以看见 并且我要把他踏过的地 赐给他和他的子孙 因为他专心跟从了我耶和华 因为你们的缘故 耶和华也向我发怒 说 你也不能进入那地 但是站在你面前 侍候你的难的儿子 约书亚 他可以进到那里去 你要鼓励他 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 还有你们的小孩子 你们说要被掳掠的 和你们的儿女 就是今天还不知道善恶的 他们都要进入那地 我要把那地赐给他们 他们要占领那地 至于你们 你们要转回 今往红海的路 启程到旷野里去 那时你们回答我说 我们得罪了耶和华 现在我们愿意照着耶和华 我们神的一切吩咐 上去作战 于是你们都预备了兵器 轻率地上山去了 耶和华对我说 你要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上去 也不要作战 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 免得你们在仇敌面前被击败 我就告诉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 竟违背耶和华的吩咐 擅自上山去了 住在那身上的亚摩利人 就出来攻击你们 好像风群一样追赶你们 在希尔击杀你们 直到荷尔马 你们就回来 在耶和华面前哭 但耶和华不听你们的声音 也不向你们侧耳 于是你们在加迪斯 住了许多日子